鱼子酱寿司的做法 又一种寿司的做法 听见寿司米饭上面要 放的食材可自己掌握 这款我放的是黄瓜和鱼子酱 网友自己也可放玉米沙拉 肉松 鰻鱼等 双引号 米饭一碗 海苔一张 鱼子酱57 寿司醋适量 11 准备 海苔 鱼子酱是小袋装的 简易小口 后期用时比较好网出导 我指导出来一勺做展示 2米饭用寿司醋条一下 3曲适量米饭用保鲜膜包裹住 揉成长椭圆形饭团 4或者是切成长方形的饭团 5把海苔剪成比饭团高度宽的长条 6把长条海苔围在饭团上 接口处用米粒粘好 如图 7黄瓜切片 8再围好的米饭上放黄瓜片 再把鱼子酱放上面 9填满鱼子酱 小窍门根据饭团的大小姐海台 5 6 感谢观看